哈喽大家好我是三三 今天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个 五天就能在家种出蔬菜的办法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这样一个它就是芽苗菜的套装 支架 瓶子 托盘 种子 首先它这个瓶子就是这种带孔的 它就可以直接漏水 支架把瓶子放上去就行了 是一个托盘 因为这个水它会倒着 然后会流一些出来 然后直接可以留在托盘上 今天是准备把它混准 豆油麦菜绿豆把它混在一起 芬菜木畜线菜把它混合在一起 把种子倒进去 种子倒在里面 我们是三种混合的 然后先洗一下种子 加水 因为咱们上面这个油孔 就可以直接加进去 因为这个水变清澈 再倒入55度的温水 让它浸泡 然后就把种子这样泡 8个小时 第一天啊 里面已经长这种小芽了 然后大家要给它洗一下啊 每的时候这个水有一点点荒 里面都已经发芽了啊 这里也有很多已经发芽了 明天的变化又还挺大 这个里面也有一些羊苗菜了 这就是芽苗菜最后长出来的样子 不过大家一定要尽快使用 并且在生长过程中一定要经常换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